接下来老师还要期望台下的小朋友 在下一个五十年也能够回到正大时小 参与爱描艺术之夜 接下来第三个节目 是由乐乐宁同学以钢琴读奏的方式 为我们带来狂想曲 钢琴又被称为乐器之王 待会儿我们可以从乐乐宁的琴声中 和作曲家一起狂想哦 现在让我们跟着钢琴的旋律 一起进入狂想的世界 狂想曲 中文字幕练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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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